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局域网共享的软件 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分享局域网共享的一款软件 就是一款 内NAS的感觉 让我们的电脑轻松的实现一个局域网内 其实可以实现外网吧 我讲的有点抽象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们还是打开微信公众号 小江克拉克拉 小江克拉或者开心 我们在里面搜索一个关键词 回复一个关键词 这次叫E共享吧 同意的E 这个还不好用 这个输入法 E E共享 我们下载一下 好 好 好 密码 就是这个 下载一下 只有6兆块 下载完之后我们打开吧 打开把它截到桌面很简单 这个软件 超级简单 这边打开的话我们直接双击运行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打开之后它会让我们选择一个文件夹 这边的话我们就建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这边 我就 把这边有没有内容 直接创建几个吧 好吧 好 假如假如这就是我们需要准备分享就准备共享的一个资源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选择它 我们在桌面对不对 桌面 然后这个 好 我们就点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已经生成了 他这就是这个网址了 好 网址 然后我们我们访问一下 点击应该就可以了 点击一下 在局域网内就是大家局域网应该知道吧 就说简单的就是 哎呀怎么讲 就同一个路由器下吧 好吧 这样讲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好 那这个就可以访问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我们这个操作可以下载 可以删除 也可以 也可以用那个二维码 甚至二维码 对不对 也可以自己进行一些操作 这个功能是不是挺有逼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 杀本 杀本功能吧 我感觉是 就是一个NAS的一个简单的功能 然后他把它 这个作者 应该是这个作者 把它就是封装了一下 就是让这个界面更 就是做了一个 HTML页面做了一个 应该是美化了一下吧 然后效果就让我们感觉挺好的 就是比我们普通的 那个SAP比较好 好 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我说 其实它是一个 很多功能 对 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 但我相信大家很多也会操作 只是他做出来的话 让我们 在使用的时候就更方便了 我们一键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这边的话 我跟大家讲了 其实它也可以 不能说局域网吧 其实你如果可以 自己 弄一个那个什么动态DNS 然后通过那个 端口转端口转发的方式 其实可以实现一个 就是外网访问的 我相信大家稍微懂 用过这方面的 我刚刚说的那个东西的话 就懂这个操作了 然后这边的话 今天时间有限 我也不会不延伸的讲了 好吧 就是方法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以前我视频里面有 有有有这种吗 有分享过这方面 这个点的一些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东西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